湖北施工现场挖出明代古墓 墓中经线北斗七星图 其墓主更是被丝巾层层包裹 专家看后大呼 这个墓的主人不简单 那么墓主究竟是谁呢 为何要用七星关来镇压呢 在2022年的一个夜晚 湖北省千江市某处乡村道路上 有一群工人正在道路上施工 可是众人刚刚开启工程没多久 就发现工地的土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然而有细心的工人就发现了 眼前的石头绝对不简单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几名工人便拿来水枪 对石头进行了冲刷 果然如这位工人所料 眼前石头的形状 酷似传说中的壁屑 要知道 壁屑在我国古代是神兽的象征 更是龙九子之一 古代传闻的神兽玄武 正是它演变出的一个物种 这个事情 很快便被人传到了专家耳中 为了验证工人的说法 专家立刻带领考古队来到现场勘查 经过专家们的细致勘测 的确发现这块工地下面埋着一些东西 不然表面的土层不可能这么结实 随后考古队便开始挖掘工作 经过几天的努力 一座完整的陵墓就这样被挖了出来 专家看到这样的场景顿时惊呼 这座陵墓怕是有几千平方吧 事实证明 专家所说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经过系统勘测 这座陵墓的占领面积 足足高达3700平方米 在古代能够享受这种高级的陵园的人 必定是拥有贵族血统的皇室 这也意味着 这个墓中肯定存在着不少珍贵的宝物 专家本想着一股作气将其打开 却不曾想天空下起了暴雨 这场雨足足下了三天 这使得刚刚挖掘的现场 瞬间被泥土覆盖 专家对此非常无奈 只好从头再来 于是众人开始了排水工作 最终专家通过系统排查 将这个墓地定为M3号墓 因为这件墓室整体的构造 都是由土礁浆铸造而成 本身就非常牢固 再加上百年的土地变化 使得机器很难将其打开 那么专家该如何开关呢 湖北工地现场挖出明代古墓 墓上尽刻有北斗七星图案 墓主也被丝巾层层包裹 专家看后大呼 这个墓的主人不简单 那么墓主究竟是谁呢 为何要用七星关来镇压呢 专家面对坚固的土礁墙并非懈怠 为了一探究竟 他们只好开动挖掘机器将墓门砸开 随之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棺材 从表上看上去有着很多积水 根据专家推断 这很有可能是古人为了防止尸体腐烂 想到保存在尸骸的一种办法 当然这也只是推断 随后专家就打算打开主棺 打算看一看 这浩大灵墓的主任究竟是谁 谁曾想墓棺打开后 竟让专家觉得不可思议 只见墓主人全身都被四支品缠绕 整个墓碑中都充斥着金钱的味道 要知道 这些四支品并非普通的饲料 而是采用金色楠木组织而成的奢侈品 为了保障这些陪葬品的完好 专家几人合力抬起 终于将这墓主人抬到了墓外 有心的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墓主人身上的丝巾 竟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富贵长命 不得不说专家的推测果然没错 墓主人身前一定是某个贵族的皇室 再加上墓中发现的两把折扇 专家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除此意外 专家通过对棺材的清晰 还发现了意外的收获 只见一棉棺材底部有一块模板 上脉画着一些奇怪的图案 连接起来好似一张完整的北斗七星图 据有关资料记载 北极星的是灵魂的终点 这也意味着墓主人在棺材上 刻有北斗七星图的原因 正是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得到释然 所以采用了这样的构造格局 并且棺板上也有堆成的天原地方四个大字 为了调查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专家对李所获得的线索 终于将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这名墓主名叫李可佳 是明代时期的学生 在他死后和自己的妻子一同被葬入此处 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浩荡的灵魂 是因为这里是他的家族历代子弟 失去埋葬的地方 这也使得墓主人的身份彻底被解开 想必他留下的七星图 会让后世研究一段时间了